深圳東門暴行街上各種街頭小食淋朗滿目 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蝕尖上的美食很有可能是由地溝油炮製的 而地溝油的製作過程將會令你難以想像 這裏是製作業發達的深圳保安區 區內有一條村衛柱沒有網管地帶 村內有一個垃圾堆填區 緊握住旁邊的就是一個地溝油生產窩點 這裏的衛生環境惡劣 周圍烏鷹飛舞 烏水橫流 地上面則是堆滿了腐爛的肉 味道難民之極 這一個地溝油生產工場會專門收集一些腐肉的邊角材料 然後經過加工將瘦的病死豬肉製成肉圓 內臟即是經過裝飾之後拿到市場發售 工人一邊用腳踩住豬肉 當它們是垃圾般 一邊細心地將腐爛的肥肉豬皮分出來 然後倒入一個大鐵鍋裏出油 過程中每翻動一下 鍋都會傳出令人窒息的惡臭 炸油之後工場的工人會將它裝入大的塑膠桶 再送去餐館飯店 有工人提醒記者千萬不要吃這些地溝油 說吃了會出人命 食用地溝油不會令人即時死亡 但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何永成就說 情應其實猶如萬星自殺 其實最主要是好自慢性種族一樣 每天都是去吸食同樣一樣含有污染白物質的食物 或者甚至乎是更差的就是含有致癌物質的食物 所以長期這樣吸納的話 其實就會引起健康案的問題 最壞的就是這個癌病 工場製油的豬肉到底從何而來呢 答案就是這裏附近的垃圾堆填區 有個三口之家 剛剛從堆填區內收集了滿滿幾大箱的垃圾肉 一家人就迫不及待地在路邊佈陣開始加工 父親一邊熟練地將豬腸上的脂肪扯下來 一邊對記者說 他們一天可以加工兩三千斤的垃圾肉 再以每斤十元批發出售 他說在這行已經打滾了三年 還說必須要靠關係才能夠拿到這些垃圾肉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製作地溝游 這一類不見得剛的非法勾蕩 只會在邊遠的郊區出現 深圳福田兒童醫院附近的餐館 都會將食物殘渣直接倒入下水道 於是這一帶的溝渠就成為了地溝游收集的熱點 周末一早 一名女子就手持簡陋的塗油工具 大模大樣地揭開溝渠蓋 再追過長長的鐵殼伸進去 將哨水撈上來 她神情專注動作利落 一點都不受到哨水的臭味影響 很快她就裝滿了一桶哨水 眼看著收穫不足 女子相當滿足 她收起工具將哨水搬上車 準備轉移到下一站繼續打撈 記者看見車上已經裝載了不少戰利品 這名女子說她到深圳十幾年一直從事這個行業 但她仍然很謙虛地說 她們只不過是打工仔 背後還有更大的地溝游集團 這名女子不知道是否知道 她打撈的哨水經過加工製成地溝游之後 幾經周轉 最後可能會返回到自己的餐桌 一名深圳市民就感嘆 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我們要看看只能接受 中國社會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哪也是受害者 地溝游生產成本低 利潤極其豐厚 促使背後產生一條隱蔽的利益鏈 去年10月 深圳當局接報 對龍江區的一個地溝渦點進行打擊 但當政府人員趕到現場時 地溝游加工場的工人已經收到封逃跑 現場一片狼藉 只是剩下二十多代 還未來得撤運走的垃圾肉 和幾大桶裝滿地溝游的汽油桶 政府人員接管了這些物品 又將現場的煉油工具逐一打爛 他們說 假如不仔細摘毀每一件工具 原班人馬很快就會回來 那不用半天 他們又能夠重新大規模地煉油了 小兵 冬天 爽油 爽油 有 爽油 綁 剛才